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针对高雄青鬼美术馆预定路段引发地方疑虑基金党齐金谷山岩城市议员参选人洪正建议高市府应成立青鬼提前委员会并订定区域运输计划地方自治条例以真正落实生态交通以人为本的都市运输愿景。 洪正指出对于交通方式变革不能拒绝批评改善交通也不应只是光鲜亮丽的建设,然而他也强调无论现阶段支持轻轨与否都不能背离城市大众运输以人为本原则。 洪正表示,台湾长期评估城市所需交通是以车为本,要维持足够车道与停车空间来解决交通问题,然而此种想法是二战后到1980年代,美国流行过30多年的旧思维不但影响无助学者,也造成台湾除台北之外的城市大众运输建设普遍不足的窘境。 他认为轻轨已进入二阶段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早已经过数年,若贸然停工或变更设计,恐会有额外庞大支出,判是否应针对居民一律加强沟通说明出施工期间需加强交管消防车动线也应清楚告知邻近大楼管委会或礼长。 洪正强调以车为本的思维应改变,但现阶段轻轨确实有许多不足处,例如轻轨班距拉长为过去承诺的两倍耗质问题导致车速远比预期慢20-30%。 周边步行与转程动线恶劣接驳公车指标不明,公车路网未加密调整票证系统使用不便且故障晒高等问题。 洪正说政策不能只有美好愿景,食品却远不如宣传,高雄值得更完善且以人为本的轻轨系统。 他不排除号召支持大众运输的市民,上街表达心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